画面上可以看到 一群穆斯林就这样监督着店员 要求他把冰箱里的酒精饮料都放入纸箱内 一名脸书用户在5月24号将这段视频和一些照片 上传到网络掀起网民的热议 原来注重上门抗议的是打门一亲团团长 莫哈莫哈菲 他随后在脸书贴文指出 曼瑞一代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穆斯林 但这家位于当地的便利商店却售卖酒精饮品 因此他才会联合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上门展开行动 一行人之后还到警局报案 我们在巴黎生的邦门 在巴黎生的邦门展开行动 也有阻意的法律 我们在权益上抗议和保护 我们在某一间的邦门展开行动 在某一间的邦门展开行动 我们在某一间的邦门展开行动 不是执法人员 但却像执法人员一样检举商店 事件传开后 网民的反应两极化 一些人认为 店家只是开门做生意 并不是免费派发酒精饮品 也有穆斯林网民表示赞同 NTV7综合报道